大家好 今天就是2018晚季節開箱的第二集 今天會跟大家開封的就是這個 TOMICA的會場車輛的第四號 就是這個我的豬車 我上一條影片就拍了這個熱狗 那個就是我入場最想買的其中之一 這個就是另外一樣的 就是叫豬車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封了 因為那個盒沒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就是會場 會場車的盒來的 四號車 對了 今次要知道怎麼開 昨天真的那個我瘋了 我拍完之後才覺得自己好像傻傻的 為什麼會結局好尷尬呢 有點愚蠢 然後打開 那邊有豬車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覺得最有趣就是有些豬可以拿出來 對 先放回去 先把車子放在地上 因為那邊 因為 阻礙了 因為一整理就反了 車頭也有寫著TOMICA的EVENT MODEL 座位就有兩個 這個 這裡有什麼鬼的 好像有點髒的 不知會脫色 這裡 不理會這麼多 看看怎樣 靜靜地脫掉 以前 冬鐵的豬車 有什麼味道 我相信這輛車 塞住豬的時候 都會有那種味 經過的地方 都會殘留那種氣味 在這裡 這裡可以放些其他東西進去 我暫時還沒想到擺什麼 放了紅白 放了紅白 混了紅白 走 沒錯 那就是 底盤 看看底盤 是57號的底盤 Suzuki Suzuki Carry 比例1比55 三角形的 螺絲 這裡有個手指毛 三角形的螺絲 就是好像麥當勞的玩具 都是用三角形的螺絲 現在看看豬 豬的合共有四隻 兩隻粉紅色 兩隻白色 這兩隻就在低頭 尾部弄了一個圈 可以做一個鎖匙扣 這樣掛在這裡 我先上車 又被震了 那 對了 黑色的就有兩隻 一樣的 是不是一樣的 看一看 看一看 是一樣的 先整理好 然後就是兩隻粉紅色的豬 這兩隻合起來 這兩隻合起來 還有兇膏的頭 這兩隻 好 那現在試試開車 這輛很緊 哈哈 飛了一隻豬 這輛車有鼻震 這輛車 真棒 好啦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我 這個 200玩具節開箱的第二集 多謝